夫妻生活中怎样才能让男人高兴呢 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 谁用谁好使 您知道是什么吗 那么先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吧 我开始分享咯 这第一呢 就是女人一定要让男人在家里吃饱 没有一点饥饿感 就是让她呢 酒足饭饱 无论走到哪里 一看到美女就觉得反胃 连看都不想看 这样的话 你还用操心吗 第二呢 女人不管多大年龄 你得学会撒娇 小鸟依人 因为会撒娇的女人呢 是最好命了 要学会撒娇 卖萌 搞点浪漫的气氛 学会呢 苦中作乐 脸上呢 常常带着微笑 男人呢 和这样的女人过日子 怎么能不高兴呢 第三 就是平时啊 在工作上 多鼓励和支持她 用你的温柔的肩膀 给予她背后的力量 在外人面前呢 也要让她有足够的面子 其实男人也是像个孩子 你越哄她呢 她就越温柔 她就越高兴 你越体贴她呢 她就越感到温暖 她的内心也会非常的感激你 这样呢 她能够永远删住她的心 她的心呢 才会永远的属于你和这个家 你认同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的看法